两辆白色轿车在大马路飞车追逐 到了十四路口 被害人趁机逃脱 嫌犯却停下来亮出长长一把刀 只是当他东张西望 还在找被害车辆跑去哪 就听到这个声音 警车就在后面 还没等嫌犯反应过来 立刻把他叫住 这边驾驶一次不满被按了两声喇叭 竟然是一路追车 甚至到这个十四路口之后 把车子停在路中央亮出大把刀线 这时正好一辆警车在旁边停等红的 看到这一幕立刻命迪载人 十号下午三点多 在街头亮刀撑胸斗狠 恐怕没有料到远景恰巧路过 警方调查年约二十六岁的 处性嫌犯与被害人在前一个路口 就一起停等红灯 嫌犯一次绿灯亮了没往前走 听到被害人连按了两声喇叭 竟然奋而追车 经过一所学校前面 拿出开山刀猛扎对方车身 事后追到中山路与文化二路口 再次亮刀遇到玻璃师大人 当街亮出超过四十公分的 开山刀下滑了不少人 警方调查 二十六岁 处性嫌犯过去就有伤害 杀人未遂 炸欺前科 拒毁追车 蓝车 砸车 又亮刀 被依照恐吓回损 强制罪送办 绿灯不好好往前走 被按了喇叭提醒 触动敏感神经 小拦车却当场被警方拦截 TVBS王金顿一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